哈囉大家好我是緣 那因為我這次只有抽到稻臉啦 所以我就想說來玩玩看他 那他的友情呢又是懷孕閃烈了 那雖然跟比斯卡斯一樣是這個暗屬的平衡型 不過他可以給120等又可以給超戰型 傷害會比比斯卡斯又高一點 那我們就來挑一些光屬的關卡來玩玩看 那首先是伊甸 好有鑑魚這個是一個古老的關卡 我們現在友情實在是太強大了 很容易就走火 稻臉本身的友情也太強大了 所以很容易發生走火的狀況 所以我後來啊 就可以帶一些比較弱勢的角色去打 你說道特算弱勢嗎 而道特如果那個球 對沒有打到王的話那個傷害其實也還好 OK 那我們就用叉叉來開弱點 然後道特把弱點效果給強化 這樣子傷害就會夠了 OK 那我們來開道特吧 OK OK這樣就秒掉了 2600萬 好像就差不多剛好三條血這樣 不過我們已經事先消了不少了 好那再來是浩劫 OK浩劫的話 我這邊給了三個buff 聖皇女的buff 還有這個老頭的開弱點加弱點強化 還有月天的1.8倍buff 帶月天一樣是為了怕走火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傷害 OK 兩億四千萬 他三條血大概加起來一億八千萬 OK那再來是伊格諾 老這個老把戲了 在那時候比斯卡斯的時候我就有玩過了 那我們這邊再玩一次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次好像反而試了比較久 可能是我比斯卡斯那一次太賽了 這一次雖然我戰友帶黑白河 但我還是試了不少一次 OK 那我們這邊黑白河 把這個面具給打掉 OK一切準備就緒 好接下來就是 你要把這個 那個元素領域 架到稻臉的周圍 然後你要第三個撞到稻臉 大概像這樣吧 OK 九個九 差點打死 那個黑白河分身蛋真的是 蠻痛的 好 好險打死喔 好那最後一隻是安琪啦 呃 安琪的話 怎麼說呢 我原本只是抱著試一次的心態 但是最後傷害還真的不夠 那我們來看看最後傷害怎麼樣 可以打多少 可以打多少 1億6千萬 呃 安琪血量大概3億吧 所以如果我可以再帶一個拿骷髏 算了吧 拿骷髏 帶拿骷髏 我無法想像前面要怎麼打 太可怕了 好那喜歡這部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原大家拜拜